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3G技术的应用 随着3G技术的日益成熟 借助超高速的3G网络 视频通话 手机电视 手机游戏 GPS导航 手机支付等 精彩纷飞的3G业务 为我们打开了通往3G新生活的大门 此外 3G技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应用 在矿警监测系统中 可以进行实时视频通信 对紧急突发情况进行报警 在医疗监护领域 3G技术开始应用 通过3G医疗报警终端 患者只需要按下按钮 报警信息就可以传输到急救中心 同时还会传输患者的身份住址等信息 便于急救中心进行及时救治 接下来我们将要向大家主要介绍 3G技术的基本应用 3G与物流网的关系 具体的一些应用案例和发展趋势 手机作为3G技术的典型应用终端 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新的网络词汇低头足的出现 充分诠释了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而手机功能的多样化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3G技术到底可以为人们提供哪些服务呢? 3G技术最重要的应用是宽带上网 3G技术的数据传输速率 较之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 有了极大的提高 为互联网接入提供了有力支撑 移动电子商务 是3G时代手机上网用户的常用功能 手机支付的方便和快捷 使得越来越多用户选择使用手机进行购物 而利用手机和3G网络进行娱乐休闲活动 打游戏、看小说、听音乐 可以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得以放松和娱乐 3G时代 传统的语音通话是移动通信的基本功能 更为直观的视频通话功能 则成为在国外最为流行的3G服务之一 随着带宽的增加 手机办公越来越受到青睐 办公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地 与单位的信息系统保持联系 完成公务处理 极大的提高了办公效率 在很多互联网的应用系统中 都能够看到3G技术的身影 手机作为3G通信终端 在智慧家居领域 用作远程控制系统 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控制家电设备 在安防监测领域 3G移动通信技术为远程报警和远程监控 提供了长距离数据传输的通信网络平台 当有自然灾害发生时 在缺乏互联网网络设施的区域 3G网络同样可以承担 灾害救援指挥的通信重任 而现在几乎大部分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都是采用3G技术 作为数据传输的通信网络 互联网应用系统中 传感网络用于实现物的识别 传输网络用于实现数据的传输和计算 应用网络及控制终端 也包括手机终端等 3G技术依托移动通信网络的基础 在数据传输方面具有无法取代的优势 高速率传输的优势和庞大用户群 使其因此成为物联网的传输网络 和应用网络的有力支撑 目前各大移动通信的营运商 都在大力推动3G技术 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 3G技术在物联网应用系统中 主要应用于物联网系统的网络传输程 在传输数据时 3G网络作为长距离传输技术 与底层传感网相结合 可以为物联网应用系统的信息 提供远程传递的功能 发挥无缝通信的巨大威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3G技术在物联网应用系统中的典型应用案例 智能电网数据采集系统可分为管理层 通信层和数据采集层 底层通过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器 采集电表数据 将其传输到集超中心或管理中心 3G网络为数据的远距离传输提供通信支持 甚至可以通过3G移动终端查询各种数据 在智慧家居的远程控制系统中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 发送控制命令 控制信息通过数据处理层和家庭网关 将控制指令发送到各个家电设备 控制设备运行 还可以发送消息给终端播报层 进行互动交流 在物流监测系统中 可以通过摄像头、传感器、3G视频服务器和3G通信网络 对物流中转站进行固定监测 对物流运输车辆进行移动监测 还可以通过上位机监测中心和便携式监测设备 进行实时监控 保障物流运输的安全和时效性 此外 3G技术还可以应用于车载监测系统 工业监测系统 消防应急指挥救援系统 以及远程环境监测系统等各个领域 成功的营运商往往通过高覆盖率取胜 2G、3G间的无缝漫游和自由切换 是提升用户体验的关键 而随着新型多媒体业务的发展 对3G系统无线传输速率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移动网作为互联网的无线延伸 可以提供广泛的覆盖、良好的继续和安全性的 但营运商还需要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业务内容和业务模式 网络融合的根本目标是业务的融合 3G网络短距离通信技术与各种固定带宽接入技术 共同接入同一个IP核心网 通过网络的无缝切换 实现无处不在的最佳服务 移动终端除了基本的语音通信功能外 还要完成资源调度和管理 并为应用软件、平台提供服务 3G终端功能与业务的匹配程度 直接到影响业务的推广 课程的最后 有两道思考题留给大家 好了 本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